上海封控第19天 这群人却有家归不得 他们是来自华南各地的卡车司机 为了过生活 甚至得自己搭造煮饭 才能勉强度日 有些司机从封控第一天 就被困在上海 也有人是为上海人送物资 却因为临时通行证过期 出不了上海 爱心公益团体过来 给我们再送60份磕饭 还是在这个地方 还好有司机聪明 打开抖音直播 除了护捧饮饭一起吃饭 也吸引记者注意 现在每天都有爱心团体 提供物资让他们过活 上海是从上个月28号 进入分区控管 31号改为痊愈静态管理 只是19天过去 还是有超过2万3千人确诊 上海的教训 也引发大陆的买冰箱热 上个星期 不管是销售额 销售量 还是冰箱均价 都有上涨 应付风管 不只要填满冰箱 抢冰箱 也成了大陆的热门话题 听不清楚 这么浓草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赶紧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